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平常都是他去让人家火了 现在人家让他火了 贺锦丽可能现在可以变成一个反川普的公主 因为拜登那个时候就被川普修理 贺锦丽终于替川普出了一口气 替拜登出了一口气 替反川普人出了一口气 所以贺锦丽变成一个反川普的公主 美国现在很奇怪了 真的投贺锦丽的不仅的真的喜欢贺锦丽 很讨厌川普 川普是一个爱恨非常的分明的人 爱他爱得要死 恨的人就恨得要死 尤其知识分子 觉得说真真丢脸 怎么美国会选出这样的总统 但是中产阶级白领 白领的中产阶级 蓝领阶级的劳工 其实有不少喜欢他 其实华尔街也喜欢川普真奇怪 所以昨天辩论贺锦丽声势一度 就是高起来的时候 华尔街非常的紧张 因为川普是减税的 民主党贺锦丽是要加税的 所以华尔街紧张 好 另外 他们不允许再笔记 昨天辩论前说可能是唯一的辩论 不过辩论会有不一定 因为贺锦丽又是来来来 我们再来变 要不然11月再来一场 换川普说我考虑考虑 川普觉得我跟你变得 好像我占不到什么便宜 另外贺锦丽的主张叫机会经济 川普讲的就是美国要 Trump again 再次强大 所以他们昨天也算是一个经济辩论 贺锦丽是说中产阶级要减税 但是要继续对抗通膨 川普是要为企业界减税 但是对进口关税要增加 主要是要美国制造 能够受到保护 因为他们现在觉得 美国制造成本太高了 打不过外国产品 那怎么办呢 就加关税 另外说川普没有能抓到进攻的机会 所以贺锦丽跑掉了 主要在哪里 主要在移民经济两个问题 因为拜登经济搞好不好 大家就看得出来 但是贺锦丽很巧妙的说 这你拜登造成我们 再收拾你烂餐子 所以经济不好你也有责任 其实说实话 拜登经济是没有搞好了 另外就是移民 移民问题也是美国人很头痛的 但是看起来显然 拜登并没有痛及贺锦丽 拜登大概还想装一下绅士 就觉得说我这个男人对一个女候选人 应该维持一定的风度 结果看起来贺锦丽抓着猛打他 所以斯坚丽说川普表现是灾难级 因为有63%都认为贺锦丽是赢的 我们看一下 刚辩论完不到24小时 贺锦丽跟川普又狭路相逢 本来贺锦丽转头没搭理 前纽约市长彭博当何世佬 拉着贺锦丽跟一旁的川普握握手 中间还站着刚退选的拜登总统 旁边还有骂过贺锦丽猫姑婆的川普副手 范思真的很需要这一握化解尴尬 原来这是911 23周年活动 政治口水缓一下 真的只有一下下 川普又说辩论是他赢了 真的吗 不管是CNN还是路透社辩论后的 即使民调都显示 超过六成选民觉得川普没有赢 还有天后泰勒斯Po文表态相挺 确实给贺锦丽带来一波新的支持者 其实辩论前宾州的贺锦丽造势活动 就播放泰勒斯歌曲 可能早就听到风声 贺振营马上推出泰勒斯 联名手环 售价640台币 马上预定一空 最气的当然还是川普 他受访说反正又不是泰勒斯的粉丝 他本来就挺民主党啊 可能在商业上付出代价 川普的好友马斯克话更酸 Po文写 好啦你赢了啦 我给你孩子照顾你 被网友痛批很恶心 马斯克实在是 讲话实在很粗鄙 因为泰勒斯说 他没有孩子 但是有个猫 马斯克马上说 你没有孩子我给你孩子 猫我养你的猫 这实在已经公然性骚扰了 来斯江龙 马斯克讲话如果在台湾的话 大概一定是轩然大波 就是那种骚扰的那种味道 就不尊重女性味道非常的浓厚 好吧 不过总体来讲 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说 川普在这场表现是好的 我觉得川普从一开始的时候 从这场辩论一开始 川普似乎把自己设定为 是这场辩论的主角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先者 他是一个主角 在气势上面在辩论之前的时候 大家普遍认为川普应该胜算比较高 所以他采取的是比较守防御的一个姿态 好像把自己打扮成是 已经是一个现任总统的感觉 这是川普的失误 所以事后我昨天看 昨天深夜看Fox News 因为他比较能够代表共和党的 这些选民的支持的立场 Fox News其实对这场选举的策略 批评是很多的 认为川普应该直接把他的 整个的辩论的团队的直接的fire掉 但是对贺锦丽来讲 贺锦丽虽然不是主角 因为事前对他期待不会很高 可是他的整个的气氛 感觉上面是他的主场的气氛 他不是主角 跟他主场的气氛 所以他进场的时候 他主动的找川普握手 川普已经保持了 他从2016年跟希拉蕊辩论 2020年跟拜登辩论 这次再跟拜登辩论 他创下了就是说辩论他从来不跟他握手 姿态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过去让我们觉得先里后兵 不管谁领先 我对你的怨恨有多深 见面装个样子握个手 川普是不来这一套的 但是贺锦丽进来的时候跟他握手 川普的礼貌还是跟他握了一下 现在其实已经不需要去讨论 这场辩论谁表现好 因为大家反正总还是有大概 百分之三几的人认为 川普表现的是不错的 所以那个讨论没有 但是从总体的市场当中你看三个指标 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看赌盘 赌盘现在贺锦丽就说 这胜率是拉大的 所以贺锦丽现在的当选率 大概到56% 川普大概在48% 相差大概差8个百分点 第二个你看民调 民调虽然现在跟辩论之前的时候 差别不大 可是辩论前大家记得CNN的民调 一个多月之后第一次川普再度的超越了贺锦丽 可是在辩论完了之后 看到了现在已经出来的两份的民调 贺锦丽大概又维持到1到3个百分点的领先 第三个你就发现资本市场的表现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资本市场的表现 当看到川普的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 因为川普他不是减税的问题 川普是一直主张放松管制的 这个对资本市场非常的重要 所以资本市场对川普回来 什么事情都不要管 就像马斯克支持川普的逻辑是一样 他就对媒体他就不管 不会用很多的这种的政治正确的教条 去限制媒体跟资本市场的发展 但是当川普居于下风了之后 就发现了整个市场对于这场的选举 其实已经有了判断 不过现在离选举投票 还有50几天的时间 我觉得因为中间还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两个人差距不大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谁 一定会输谁 一定会除非你是可以调整 你的下注对象的那种的下注 否则那看戏就好 好吧 CNN调查63%说贺锦丽赢了 不过Fox News又反过来 说92%都认为川普变得比较好 Fox News 然后44%认为贺锦丽比较了解 选民的困境 这也是CNN的调查了 收视率非常高 有6700人看 表示他们还是关心这个 上次多1000多万 这个辩论 纽约时报说贺锦丽小胜传谱 没有像CNN那么悬殊了 另外民调赌盘开讲 辩论会都认为是贺锦丽赢 另外当然泰勒斯很重要 他抱着猫 所以被马斯克吃豆腐 泰勒斯 昨天我看的时候500万人按赞 今天上午900 下午就超过1000万 所以他的粉丝还不断的 给他按赞 来 蓝轩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场的话 事实上就这个证件的内容来看的话 其实并没有超过 之前大家所谈的部分 包括川普的对有钱人 可能减税 然后贺锦丽对于中产阶级 跟蓝领阶级减税等等 我觉得这部分都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次的辩论 我觉得最主要是策略之战 就是说双方的策略的话 事实上很不一样 而且策略决定的 目前看起来大家看到的内容 显然刚刚向文特别提到说 福斯在检讨 所以有关川普的策略 可能太过手势 反过来看我们 就贺锦丽的角度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这些自由快的媒体 都认为贺锦丽的策略奏效 就是他用一个攻击式的方式 他去激怒川普 让川普的话 因为生了气了 所以口不择言 事实上也是 他包括了几个攻击点 攻击点里面包括说 不管是说他说谎 自大自私 他碰到的 贺锦丽说他碰到的国外媒体 都觉得美国会有加总统 觉得非常的可耻 这话说到最后川普就已经 愈快要抓狂了 尤其他说到说他的集会 说川普的造势大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一开始 看见人还不少 后来都走光光了 说因为他讲话很无聊 大家都无法聚焦什么的 气到川普根本就离调了 就回去跟他辩说 没有这个集会很多人 什么什么 你的集会才少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奏效的地方 就某个程度来说 贺锦丽显然知道 川普团队的话 不断的提醒他 而且命一命告诉他说 你过去都用情绪性的方式 去攻击拜登 去攻击贺锦丽 说他们是最烂的 最糟糕的 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 所以这一次的辩论会 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说服老百姓 但是其实对于川普来说 你一定要去激怒他 什么事情都忘记了 所以他还突然激烈的讲到说 什么这个非法移民很糟糕 他们会来美国吃猫 吃狗 吃宠物 我觉得自己已经夸张到某种程度 我觉得贺锦丽这一次 之所以让大家感觉上他事实上 是可能觉得他表现比较好的原因 就除了他展开攻击 然后他讲的话两分钟当中 大概都有一半 或是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 自己讲完就会拿去攻击川普 等于是画手为攻之外 他在川普讲得很离谱的话的时候 你看那个表情 我看美国媒体报导说 现在贺锦丽的表情 已经成为表情包了 就大家在网络上面 都会贴他的表情 就他有时候会皱眉头 有时候尤其像比方说川普讲 他爸爸妈妈是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他是激进左派的时候 他那个表情到有点夸张到说 他就在那边大笑 然后脱腮 暴凶 就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所以其实贺锦丽在这场辩论会当中 我用他展现出 他超乎大家想像中的自信 而且他主导整个的辩论的主轴 的节奏 我觉得这一点看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过去台湾也很多的辩论会 辩论会有人赢有人输 但会直接影响到 接下来你投票的意愿吗 其实未必 尤其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尤其是他们还没有提出 真正很不一样的证件内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要看他后续的联动效应 比方说有多少人 因为这场证件会之后 因此站出来更愿意挺 贺锦丽 比方说泰勒斯 比方会有更多的人 目前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 我觉得后续的联动效应 反而是值得关注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气氛起来了以后 贺锦丽是不是乘胜追击 那对川普来说的话 他会不会在最后使出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 这样什么样的一个绝招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还有时间可以观察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至少美国人对于一个 好像过去不太认识的副总统 女性不要忘记是女性 以前他们可能从来就觉得 美国没有准备好 迎接一位女性的领导人 现在我觉得他们这部分的疑虑 开始有点消除了 至少是这一次第一场辩论会 最主要的这个效果 基本上外行的看热闹 内行的看门道 其实民调那个什么 几千万 那种六千 七千 八千万 看都不重要 重要是那七个摇摆州 摇摆州也不是全部 也不是大家都跟着摇摆 摇摆州只有那么几十万人 在摇摆 其他人已经不动了 其他人是变来变去 不会的 但是摇摆州那几十万 甚至有人说几百人 可能几千人可能就决定了 因为以前的选举证明 事后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真的关键只有那些人 就像川普其实对泰勒斯 也不在乎 他真的不在乎 因为他本来就支持民主党 美国好莱坞也好 艺人也好 谁会支持共和党 很少人支持共和党 自由派 所以川普也讲 他本来就是支持民主党 民主党只是什么时候 出来表态而已 抓了这个机会出来表态 他本来就不是支持我 我也不是他的粉丝 他也不会支持我 都知道的 谁支持谁的 但那个七个摇摆州里面 那些摇摆的人 那才是关键 休息一下再回来 那些人有没有看过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我们的幻象机掉海里 幻象机快30年了 然后主要原因说是上市动力 他们家属 家属住在机场附近 所以听声音就知道 幻象不如以前 以前就飞上去的 现在这个声音 好像动力不足 所以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动力 还要查 不过我觉得这次搜救过程 是很搞笑 当然所幸的飞行员 就给救回来了 但是我看也搞得 一定筋疲力竭 那飞官在这个地方跳伞 跳伞以后 这个发现了他 然后把他救到船上 然后在无机港靠岸 所以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飞机吊栏 他本来是飞机要救他的 飞机吊栏 直升机卡在半空 说吊栏故障 他说吊了以后 上不起来 把他收上来 收不起来 吊着 那怎么办呢 就怕危险了 所以就把他 就把他知道有船来救 飞机就飞到比较靠近船的地方 叫飞行员自己跳 再跳下去 游泳游到这个艇上 当然飞官大概受过游泳训练 否则你万一弹射到海里怎么办 至少自救一下 但是万一飞官昏迷了 或是体力不好 他怎么游呢 这飞官还算不错 虽然是受伤应该不重 所以还会游游游 游到这个艇这被艇救起来 但你听不就很荒唐 所以说救援的过程是落水 另外自己游到海巡艇 所以一度获救 结果又跳海 医生说谢佩勋没有大碍 身体还不错了 看起来是飞官的身体应该不错了 原来传出来是说两架直升机 吊栏都有故障 后来空军说没有两架了 只一架 一架就很过头 还两架 一共才没几架 管碧琳也被人家酸了 所以你是发言人 因为管碧琳在PO脸书 一直讲他整个过程 所以非常的及时 所以他就觉得说 管碧琳好像是发言人一样 海巡署说我们并不言我 因为之前传出来 说是因为本来要去新竹港 但是新竹港退潮 所以港进不去 他们说不是 说新竹港本来就容纳不了 那么大的船 这是讲说 所以并不是因为退潮所以进不去 也不是因为两架直升机 所以管碧琳一直在PO脸书 所以大家认为管碧琳是想抢工 你这个官员你怎么抢工干什么 你不是民意代表 你也不是这个侧意 也不是网红 管碧琳就发了文了 我看不太懂这文字 尤其大家随着 国文程度比较好 不要看得懂 因为他说后来有人批评他 他说至于后来不之所以的抢工 言误急救 错判嘲戏 错假讯息 与其说气恼更让人感到同情 也希望这样操作背后的心 能够让这一晚的令人感动洗礼 你们听到这句话吗 能够让这一晚的令人感动洗礼 而终究去污得尽 来 郭忠 我觉得我们还算很庆幸 我们换向这个飞行员 这个线性的飞行员能够安全就来 这个当然我们要庆幸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发现到几个问题 金钟不是一直在谈 这些飞行员的飞安问题吗 你们不是有改进很多措施吗 尤其每一次我们的总统 是兼任三金统帅 所以灰关安全与否 当然跟金钟是绝对有关的 可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说要确保灰关的安全 可是从这八年来 幻象已经发生三次了 但是你们每一次都要改 可是我的解读就是 今天公计明天忘记 所以这些到底三金统帅的总统 要不要很重视的 到底是飞机的问题 或者我们飞行员的技术的问题 这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不要缩东缩西的 心态都是一个不太正常 所以我们说实在 各单位在急救的时候 凸显一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SOP 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海巡也好 空军也好 还有海巡船队也好 说实在的 你们在救灾的时候 还发生看起来似 真功尾过这类 所以刚才我们海委会的主委 你写那个我们看不懂 只有你自己懂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 这里的SOP要不要做 但是以后救灾就是救灾 没有争相尾过 另外一个最严重 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 我们的灰行员是大量不足的问题 到底我们三金统帅 我们国防部 到底有没有去处理这些事 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 保卫台湾的这些灰行员的战力 然后在这里不足 所以我认为仰鞭签字用在意识 但是整个灰官的安全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呼吁我们三金统帅总统 不要只有搞政治 这些也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 夜空变成白走 十二晚间幻象战机坠海之后 空军四十三栋运输机第一时间 在新竹外海投放照明弹 但最后怎么是在台中港上岸 因为空军救护队的SOP 晚间8点52分 从嘉义基地起飞 9点半前抵达目标区投入搜救 约50分钟之后 在晚上十点二十分目视飞行员 执行吊挂救援 但这时却发生吊龙故障 我们的救护室也随起下海 然后执行救护的工作 把人员打到到华南之后 才发现这个康室没办法回收 这个时候17225 还在南面很远的地方 但是海巡署的两艘 已经在附近了 调过南城出问题 于是呼叫附近的海巡舰艇 而随后海巡100吨的台中队 腰洞洞三腰艇 将飞行员拉上甲板 海巡35快顶 则从旁借户 至于空军的直升机 则飞回新竹基地 整个搜救过程一波三折 极其有别于空军 时隔一天才对开城不攻 还会注意管闭林 则是第一时间就频频更新资讯 从晚间9点38分就开始po文 10点47分证实救到飞关 国防部则到11点08分 才证实飞行员获救 相较于国防部的资讯封闭 管闭林的公开透明 则被称为空军发言人 毕竟自己的飞关落水 却都有海委会帮忙发言 事到如今空军也只能 说声拍謝 我看到这个前立委吴四海将军 他发了脸书了 看了这是 他说后来是因为飞关自己跳海 然后抓了救生圈 抓了救生圈以后 拼命游上海巡35吨小艇 这个时候要换机吊挂 因为要空运去治疗 海很慢 空军比较快 结果小艇也没有办法配合直升机的作业 所以他说平时联合海空救援演习 都是玩假的 你平时他演习 演戏一些什么鬼 养兵现在用在一招 所以又被以往百顿船艇 再次碰到调告故障 只好由船艇护送 护送本来要到新竹最快 离在旁边 结果没有办法又到台中 如果他病 他的伤比较严重 或是身体不好或是游不了 言误就意 就完了 真的就完了 如果管毕林主委当初就好好处理 因为大家联合搜救 大家都尽全力去搜救 这大概是共同的目标 这没有错的 你当初就好好处理 低调的去做 做完之后宣布好消息 大家一样会给你掌声 但你用官署的身份 当然因为他是主官 所以他当然可以第一时间 得知很多消息 所以说我们距离 现在距离五海里 马上就距离三海里 越来越近了 请大家帮忙集气 你在干什么 文字直播 你是想要回过来选举是不是 你就是来蹭声量的 我不是在理解他在做什么 有点像网红 但你好好主观的位置不做 你做得像网红 甚至越主带跑 因为照理来讲 理论上最快的速度 应该是空军搜救 直升机直接吊瓜送衣 海域署是辅助的一个角色 你把它搞成这样子 去蹭声量 没有意义反受其害 因为大家回过头来 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 有待加强的地方 但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看 这个有没有延误 应该是有延误 因为如果直升机的脚盘 没有故障 直升机直接送回去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吊瓜出问题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嘛 第三 幻想2000出问题是不是事实 都是事实啊 这个虽然 非官或就 大家都觉得很难得 不信中的大幸 可是这中间 各个环节出的问题 难道不是重大的国安危机吗 每次我们在讨论 共军绕台议题的时候 大家讲反正飞一飞就走了 可是问题真的是这样 每一次我们的起降伴飞 每一次的 因为这样子的 这个国家安全的压力 所以的加强训练 难道没有造成 不管是军备上的损耗 或者是人员上的消耗吗 这些才是真正要关心的议题 不是说 跟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他禍救 他活着 所以大家就歌舞升平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大家就相怨了 还是要针对这事情的过程 严谨性 还有大家有没有各司其职 去做严肃的检讨 然后从系统上 看能不能降低两岸关系的风险 恐怕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搞不好行政院长周恩泰肯定 国防部海委会携手合作 做得很好 以后吸取经验 不过我同意小牛 说真正重要 不是在比这个军备了 你比不了的 那是一个无底洞 两岸之间怎么样 化解那个比较紧张的气氛 敌对当然是敌对 他彼此没办法 这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但是气氛有的时候非常紧张 有的时候会比较和缓 和缓的时候 就不需要这样平凡的起降 平凡的起降 所以他们说这个幻想 虽然你认为他救了 但是以目前的情况 起码还要再飞十年了 未来十年 你们会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不知道 休息一下再回来 再过去 再过去 这期见 我们再帮啦 ビデオ 也今天 已经死了 一车 因为 那么 我们先做